政務官胞弟強吻女童四次 便喜歡跟小孩玩 探求十月將入獄 三方面而已 你看 年僅四歲的女兒 被陌生男子抱起強吻四次 當媽媽的當然欺詐 而這名怪叔叔 其實是行政院某政務官的弟弟 他被依強制威脅罪起訴 經過立審審理 法官考量他當時 輕度躁鬱症發作 現在輕判他十月徒刑定宴 這名政務官胞弟 其實已經結婚生子 在教育界頗有名氣 當天他帶著兒子 在淡水的宮廟附近散步 看見一名四歲女童在旁玩耍 女童媽媽則正在照顧 兩歲的妹妹分身乏術 政務官胞弟就趁機抱起四歲女童 啾的就是一下 女童嚇了一跳 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隨後就跟著政務官胞弟的兒子 吃起廟裡的龍眼竿 沒想到政務官胞弟 又再次走向女童抱起他 女童掙扎想閃避 卻還是被搶吻 前後總共被吻了四次 我覺得很明顯 對 這個地方比較好閒 在後面而已 你看 女童媽媽回過頭看到這一幕欺詐了 通罵對方後趕緊帶著孩子離開 事後調閱證視器確認事發過程後 立刻報警提告 政務官胞弟哀告後表示 當時看到女童跟自己的兒子玩 覺得她很可愛 而自己曾經在國外念書 習慣跟人擁抱或親吻 才會抱起女童親他 加上當時因為太累了造症發作 心智處於嚴重退化的狀態 所以行為舉止才會那麼幼稚 單純是在跟小孩玩 並不是為了滿足信譽 抱抱跟親吻女童 而受害的女童則說 我去廟裡空地玩 有吃龍眼乾 又想要多吃兩個龍眼乾的時候 那個叔叔就把我抱起來 沒有說話就突然親我 我媽媽看到他抱著我就罵他 我覺得他這樣是不對的 我希望他受到懲罰 法官勘諦真實器等事證 認為當時政務官胞弟 不顧女童頭部左右偏移閃躲 強行環抱親吻嘴巴 並非處以善意 也不是一般的玩耍兮兮 而且女童也說了 她感到害怕 已經是違反女童意願 不過最高法院審卓 她當時親造症發作 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明顯降低 而且已經向女童父母致歉 賠償達成和解 女童父母願意原諒 並同意給予緩刑 但政務官胞弟至今 並不認為自己做錯 也沒有真摯悔悟的態度 因此法官不同意緩刑 現在還是依強制猶蟹罪 判他10個月徒刑定宴 得乖乖去吃老飯 動新聞台北報導